说话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还有一个心病一直困扰着白眼 葛根夫快到七岁的时候 走路还有一点问题 完了踢足球说总是受伤 运动量也太大 所以呢 他的膝盖总是旧伤美好 心伤又出来了 有一次他踢足球 就膝盖触破了以后 我带他到医院 那个医生说骨头都露出来了 说不能再这样踢了 踢了以后他腿受伤以后 走路可能要成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给他选择了 就是对抗性小 就是运动量也适中的乒乓球 那后来怎么变成专业球员了 他对足球是特别情有独钟的 后来给他选择乒乓球 当时呢 我们是在家里面 把所有的家具挪起来 摆一个乒乓球台子 家里面的人呢 谁没事就陪他打 后来有这么三四年吧 后来我们谁也打不过他了 我们就开始请教练 请专业的教练去训练他 他当时对乒乓球也有了兴趣了 通过体育锻炼呢 他的身体越来越棒 后来呢 参加特奥会 从2005年 就开始第一次参加 全国特奥会的比赛 他当时得了个同学